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水瓶座的心机重吗 水瓶座的人是一个特别擅长理论知识的人 因此水瓶座的人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水瓶座的人耍起心机来旁人是无法察觉到的 水瓶座的人向来都是独来独往 很少人能琢磨透他们的心思 尤其是面对水瓶座人的思维古怪 别人就更猜不到水瓶座人在想着什么 因为如果水瓶座的人耍心机 对方往往是逃不过的 水瓶座的人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由的人 即使恋爱了 水瓶座的人还是非常渴望得到自由生活的 因此水瓶座人在恋爱中很容易 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对另一半的弱吉弱礼 而这样忽冷忽热的态度最令对方恼怒 很多时候 恋爱的伴侣往往会希望对方对自己依赖多一些 然而由于爱与面子 没直接讲明白了 当水瓶座的人真的把对方惹怒了 水瓶座的人往往会不动声色地 以另外一种方式证明自己对对方的爱与忠实 满足对方的虚荣 水瓶座的人非同反响 他们通常都不走寻常路 所以在恋爱中 水瓶座的人所使的心计也很与众不同 他们神知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理应有自己的风格 特点 所以当自己的另一半为自己做出某些改变的时候 水瓶座的人会一边撅嘴 一边把自己的这套真理讲给对方听 让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走 表面一副人处无害岁月静豪的样子 尤其受尾缺食后的可怜样子更是激起了异性的保护欲 但事实上背后就属他心眼多 只不过异性很受用水瓶座的这套楚楚可怜的样子 这种表现在同行眼中就是绿茶手段 瓶子向来喜欢独来独往 因此没人能琢磨透他们的心思 更可况古灵精怪的他们思维古怪 别人就更猜不到瓶子在想什么了 不过 喜欢思考的他们就是有办法一步一步达成自己的目标 不管用明用暗 总可以自由地操纵别人 以达成目的 瓶子无时无刻不再观察别人 是厉害的狠角色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